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时间魏无羡忙于左闪右臂 只有招架之功 无还手之力 但是魏无羡并不慌乱 冷静地躲闪腾挪 无数次灵巧地避开 就要刺到身上的利刃 于绝境中观察着对手 寻找着破绽 于是三大对一小的一边倒的局面 仅仅维持了不到一盏茶的时间 就被魏无羡破了局 因为他找到了三人中最弱的环节 马脸 马脸看似是这三人中领头的 但是他剑法并不出众 剑招简单 剑势也相对较弱 魏无羡瞅准了一个机会 对着马脸猛地攻了上去 画掌围刀 对着马脸之剑的手腕大力一劈 马脸完全没想到 一只被动挨打的魏无羡 会主动进攻 带反应过来 手腕上一阵剧痛传来 记得他不由自主地手一松 剑也就脱了手 落了地 马脸愣了一瞬 立刻弯腰要去剪剑 却见到一只脚猛地踢过来 那剑便腾空飞了出去 马脸一震 盲直气身 指着魏无羡就要怒骂 眼前却是寒光一闪 随即扑得一声轻响 洞腹上一凉 接着便是撕心裂肺的痛 马脸难以置信地低下头看过去 便看到一柄剑插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他 他躲开了 绿豆眼金黄大喊 马脸疼得眼前发黑 但还是勉强抬头看了看 挣扎着说了一个你字就贪婪下去 马脸中间倒地吓坏了他的两个同伙 魏无羡更是惊骇不已 两大一小都呆呆看着 在地上缩成一团痛苦呻吟的马面 不知所措 半上 魏无羡接巴道 我 我回去找 找医师老 老姨验来救他 说吧转身就要跑 却听一声大喊 不能去 魏无羡经不住脚下一掷 正要回头问为什么 就感觉身后一阵剑风袭来 忙下一时的一闪 随即后背火拉拉的一阵疼 便知自己闪避不及时 中了剑 魏无羡忙转身一看 就看到肥头大耳举剑对着自己 剑上还滴着线 不禁错愕万分 大声呵斥道 你做什么 肥头大耳本打算一剑 将魏无羡刺穿 却被人警觉的一闪 只是在人后背上 划了长长的一道 虽然皮开肉绽的甚为恐怖 但未伤及要害 这件人质问 恐慌之欲便歇斯底里喊道 你一定得死 周哥也必须死 否则我们都逃不掉 魏无羡愣了愣 说道为什么 绿豆眼立刻回过神来 叫道肥哥 你说得对 他们两个都必须死 否则我们两个都会被大人打死 杀 喊完就一剑朝着躺在地上 没了声响的马脸刺了上去 魏无羡呆了一瞬 大喊着你们不要杀他便要往前冲 却见着肥头大耳一剑劈过来 只好急忙往后一跳 闲闲地避开一剑 而与此同时 扑得一声 绿豆眼一剑刺进了马脸的喉心 魏无羡惊得双目圆征 又一连击退术步后 指着马脸 悚然喊道 你 你杀了他 他不是 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怎么 怎么 绿豆眼拔出了剑 将低斜的剑尖对准了魏无羡 五官扭曲 疯狂叫道 还不是因为你 刚才要不是你躲开了 死的就是你 怎么会轮得到周哥 肥哥 动手 杀了他 绿豆眼话音未落就要提剑冲上去 却是眼前一花 紧接着就看到两只大脚横空踹了过来 便身不由己飞了出去 而后崩的一声 一头撞到了一棵大树上 在脑浆四溅之前 他好似听见了自己头骨炸裂的声音 魏无羡未能看到这一幕 因为他被另一道白影遮住了视线 带他反应过来 他已被蓝腰抱着往后击飞了树杖 但蓝忘机带着人落地站稳 魏无羡定睛一看 说道 蓝 蓝战 他们 他们杀人 蓝忘机双手脱了脱魏无羡 盯着人飞红的小脸看了看 头也不回 寒声道 撕追 锦衣 活得死的都带到寒室 说吧便带着魏无羡冲天而起 朝着静视藤月儿去 著缸 咱 developing 双映 双映 了 摇 呃 墩 lle disfr 们